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23日 这是今天第一场多报点评节目 来看看网传的最新消息 这个是刚刚看到的 非常鼓舞人心 俄罗斯退出顿巴斯的消息得到了确认 也就是俄罗斯准备退出顿巴斯 渣布罗热克里米亚非军事序 非军事庙 俄罗斯退出以后大概率由联合国托管 双方逆记录谈判 也就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要结束了 赔偿是重点 怎么赔偿呢得到了确认 俄国用20年的石油天然气 就白给乌克兰作为赔偿 总金额达到8000亿 反正俄罗斯有的是天然气石油 慢慢赔 以便照顾了普京的脸面 使其体面的下台了 俄乌战争要结束了 它改变了世界走向 世界秩序即将建立 感谢乌克兰人民帮助欧洲亚洲建立的新格局 感谢乌克兰人民捍卫了人类文明 捍卫了正义 给大家看看这是网上推特 推特消息啊 不是我在这里瞎编的 发布的人是叫悉尼闲人 给大家看看啊 这是刚刚看到的新消息 最大的消息啊 如果俄欧战争能结束的话 哪怕这个停止战争 开始的谈判 那对国际社会是个好现象啊 另一条消息啊 就是今天讲到习近平了 因为这个习近平的心情 习近平的一些行为啊 都和现在国内行事 就密不可分 由于习近平是内外交困 国内经济一塌糊涂 这个对立派躁动不安 军方非常不满 那么对外习近平是夫辈受敌啊 在国际舞台上非常孤立 所以这个一股火上身 再加上视察 导视察 从这个北京飞到约翰内斯堡 中间折腾的够厉害 习近平就身体出现了状况 今天海外媒体在纷纷的报道 啊 在昨天一档节目 我正调侃了一下啊 习近平大概率应该是身体的原因 嗯 菜鸟呢 肯定是让习近平休息了 王文涛代表 昨天有一个会议 今天习近平终于又回来了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15次会晤上的讲话 15次会晤上的讲话 今天发表了全文新华社啊 嗯 那么今天的活动很多 也就今天的活动 习近平是正常出席的啊 出席的国家论坛闭幕式 他是发表致辞 对吧 那么今天是到现场讲话 那证明 暂时习近平还没有大的问题啊 然后呢 习近平同南非总统马俘萨会谈 这是新华社的另一个标题 都和金砖国家峰会有关系啊 这可是现场的照片啊 不会造假的 也就22号上午 习近平在比勒托利亚总统 统南非总统 拉马总统府啊 比萨比勒托利亚总统府 接到这个南非的总统 拉夫马萨 两国元首就新时代 中南关系发展 以及共同关系的国际国内问题 地区问题 达成共识了 因为这次人家是东道国嘛 所以一致同意 携手推动 中南全面战略活儿关系 迈上新台阶 携手构造高水平 中南命运共同体 他每天就在里忽悠共同体啊 要这种老大的感觉啊 习近平现在看他身体是有病 我估计搞不好是不是脑血钻呢 一般年龄大的都是这样啊 你看习近平下飞机的时候 那几步走啊摇摇晃晃 别人感觉随时可能一通摘就梗屁了 啊 支撑了半天 总算是下去了 呃 都掌握不了平衡 而且那眼睛不停的砸吧 啊 你这脑袖子有毛病啊 这个肯定随团的医生这样拆鸟 是吧 让习近平休息了 随随随倒倒时差 外船是中国的核潜艇出了问题 啊 093就是啊 外船的议论纷纷 有的自媒体说习近平是处理这个事儿 这说明他们 不懂中共国啊 处理军事这些大事儿的常规 常规像这个情况都是说海军下篇处理完了才能报习近平啊 是吧 刚开始那个报都是简讯 就新华社那个国内动态情样三言两语是吧 一二百次也就报了 别说死二三百人当兵的 你就死几千人对习近平来讲呢 根本他不一样回事儿 啊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讲是 现在这个核潜艇的事儿还有待查证 但是习近平因为这个会议去终止了视频连线或者通过电话 好像我认为不太靠谱啊 当然有些事儿还得有待进步观察 第二题啊 全国政协 今天是第二题是最大的事儿 习近平离开这个南非 到南非啊 按照以前的惯例都是有这个二伙领导人 到底他委托给谁 在国内给他执政啊 给他掌握掌控局势 当然也是效应性的啊 总共有那么多人 现在看了这一两天王沪宁会场活跃 王沪宁赵乐际 就网餐就讲赵乐际王沪宁在家的主持 应该讲是比较靠谱的啊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王沪宁和活跃程度缴增 以前那是绝对是异常啊 政协十四届全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三次会议 二十三号下午 全体会议 十三位常委围绕着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 发言 王沪宁出席 赵乐际和活跃 今天人民日报网站 今天刊登片文章啊 讲的赵乐际也有活动 等会给大家介绍介绍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昨天最重要的活动 那就是胡春华 突然间红了起来 这可是大事儿 今天新华社人民日报 已经把这个新闻拿下去了 那是因为新闻这些马屁精人生气 胡春华出席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五十周年庆典晚宴啊 一般在这个情况下 胡春华是不会有这个待遇的啊 你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啊 我告诉你们 中美现在发生很大的事儿 就是什么呢 美国 先是中共国让了一步 也就是打水炮的事儿 菲律宾舰艇第二次补给 美国已经是和韩国日本 是吧 有一个小小北约了 然后澳大利亚 也答应要这个 帮忙协助啊 等等这些举动 中共害怕了 所以菲律宾第二次补给的时候 中共不但没打水炮 水炮变成口炮了 而且还主动给给人送补给 找台阶下 就很丢人的啊 这就等于客头让了一步 所以美国马上做出做出让步 你看老拜登是很很聪明的很精明的很会处理 这就没关系啊 马上解除了中国的一些企业的制裁 然后 对不对 就发生这个新闻 你也知道党内的回应啊 这等于说习近平并不像外界讲 想象了一言九鼎 什么事都听他的 元老们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也就是在京城元老们施加压力 王沪宁和赵乐际主持一场工作 所以就让胡思华赶快出来 哄美国人 你知道美国人现在 把胡思华看着什么 就回归改革开放派 就胡文派 紧留的大佬 所以今天这次非常重要的消息啊 但是还有些马屁精害怕 让李叔累见人生气 很快就拿掉了 大家这个新闻 在政协网站还可以看到 就知道新闻啊 这最重要的新闻 昨天反映中国政治高层的动态 北京新华社北京8月22号店 新华社店不要忘记了 每一宗贸易全国委员会 50周年庆典晚宴 22号在北京举办 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出席并致辞 胡春华指出去年10月 习近平和拜登总统的巴厘岛军会 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指明的方向 胡春华是很会派的 很会触党内人事关系的 否则也不可能爬上来啊 你得承认啊 还有上次习近平在伊朗 让人惹了事 是吧 也是外访乱讲话 得罪 如果没记错是伊朗 然后马上派胡春华 跑了一趟 对吧 你看为中美 然后他又捧捧习近平 然后讲中国经济 具有巨大发展任性和潜力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对外开放的大门之会 越来越开 越开放越大 欢迎更多美国 其来中国投资行业 向美国磕头 看来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 可能想认输啊 美国人能不能相信 来不得来急 不好说 你再看 有一些过去习近平算是比较看好 比较重用的 或者反过来 比较看好习近平的人 开始发表一些文章 批评习近平 刘孟雄 非常重要 全国委员会 原来政协委员呢 万维网发表一些文章 这些文章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呼应的很好 你看炮轰习近平 受宠的全国政协反了 委员反了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私企倒闭 外企撤离的高潮 撤离潮 投资大幅萎缩 出口下降 消费严重不足 债务违约连环报 员工大规模实业政府 财税失血 炒 投资出口消费 三大经济已经全面动力不足 乃至熄火了 中国第二季度对外投资 只有仅仅49亿美元 就完蛋了 同比增长百分之多了 下跌了87% 把恒大币会员又出事了 对不对 等等等等 作为习近平尊重的香港政协委员 经济学员梦兄发表了文章 他谈了他的观点 等他下一场 也就是现在人们热炒的 卡登在联合早报上的 另一篇文章 这都是重要的信号 就是党内的改革派 各个方方面面元老新贵 还有海外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士 都给石英平施压 才促成现在这个事件 胡春华这事件是相当重要的事件 不是个小事件 胡春华讲到回顾了中美美中贸易全国 也会成立半个世纪以来的情况 等等等等 美国驻华大使不温时出席晚宴平致辞 中美政商两届代表400多人参加的会议 这是今天其实最大的信号 当然今天还有很多托华世界 也非常的诡异 也就是昨天 习近平主导下的中纪委 整个孙春兰的嫡系 孙春兰的嫡系大家都知道 那是在武汉摩世这个问题上 给习近平练下汗马 从某种意义上讲 救了习近平 结果习近平反倒把他这些 马肖伟啊这些人都开始抓了 就翻脸了 那原因主要是什么打击政敌嘛 主要是白发革命和孙春兰是有关的 白发革命爆发的重点就是 大连和武汉啊天津 这其实都是他的人 或许就是李克强和习近平最后的脚梁 最后这一站脚梁 孙春兰是站在李克强一边了 所以习近平整他 这一整天津大爆炸了 天津着火了对吧 天津大火昨天 天津大火不是不太像 就是安全事故啊 好像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和这个 相距四公里地方也着火了 怎么可能梁长虎偶然就 不于耳同啊 世界有这种事吗 这都是他的底细搞的事 我猜测啊应该是这样 不仅是天津大火呀 还有成都做那大爆炸 对吧 还有呢 深圳的地铁着火 等等的事故 一个接着一个啊 今天大连地震了 普兰殿 普兰殿是我下乡的地方 我和那个地方的这个渊源很深的 普兰殿是旁边不就是 新济县抛子公社吗 我就想在那个地方啊 当年这个这个 我对那个地方是 遼入执掌 想熟悉我的掌文 熟悉那个地方 连属于大连的范围啊 地震了啊 官方今天的报道 新华社报道是4.9集是吧 实际上我看到网上很多消息是5集地震的 也不小啊 这都是重要的信号 天人感应啊 世界也好 中国也好 要大变 要出很大的事啊 协兵的政权不稳啊 那么 至于说网传核潜艇的事 还有待遇擦证 那么今天 自由时报发表了一篇子 网传中国的093型商机核潜艇 发生严重意外 界上官兵全部遇难了 台湾国防部 虽强调目前未无法证实的消息 但有军民掌握在台湾的西南海域 也就接近从我的山头 外海有大量的拖船进入搜救任务的空拍照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啊 你要如果没有这个事 为什么有这些 就是搜救船和拖船呢 你看人家发达照片 你看点儿这个地方就是啊 不知道这个消息真还是假啊 那么没有关系 反正还有时间了 对不对 中共经常这样 有些事呢 刚开始是掩盖一下 然后经过程序 一级一级请司怎么报道 捧一口就能报 不管怎么样 这个就类 颇类似于2003年的事 2003不发生一起了 不过那时候我在监狱里呢 我是2006年释放的 据说那次是江泽民处理的 这个等到下一场吧 再谈一谈哈 你再看下一题 第二题 也就是这个中国邮政办实事 解民邮推动主题教育 就是洗脑 新华社每天都是这样的 这是第三题啊 讲到中国邮政集团呢 也都是国企的啊 也要洗脑 进行一些对这些领导干部 进行教育 秀秀这个目前这个什么 什么党性啊 学党性 这个等等 亚运会 下一题 亚运会筹办工作深度观察 中国就是这样 善于搞一些会议 会议来带动经济 也能显得啊 这个西民政权的稳固 你看奋金书写城市亚运 高分大决 杭州亚运会筹办 讲这个事情啊 现在中国在筹办第四十 在下一届的这个 亚运会啊 因为这个会议对中国的经济 应该讲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所以亚欧里 四十五国亚地区的奥会 报名参赛 一万两千五百二十七名运动员呢 共赴亚运资约 所以目前呢 杭州亚运会竞赛报名 已经全部完成了 筹备工资准备就绪 办赛呢 条件已经完善了 等等等等 体育大比拼 下一题才讲到这个 卓州 从建家园 因为卓州霸州老百姓啊 非常有意见啊 尤其习近平在这个时候烦到 到这个 这个南非去了 去忽悠去 就是舍近求远啊 吃里八外 老百姓有意见 他就开始报道这方面的消息 讲到 凝聚从建家园的力量 这个不仅是这个 作主霸州老百姓有意见的 还有北京强制一些小商贩啊 据说人数还不少呢 为了振兴匈安呢 强迫他们搬迁到匈安去 搞着鸡飞狗跳的啊 这等到下一题也可以报道啊 还有黑龙江的灾后 恢复充建啊 主要是武昌县的问题啊 等等 也就是说 现在中国国呢 不舍得把钱给自己老百姓啊 反倒把钱送到这个非洲去啊 其实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笼络人心 为了这个 实在国际舞台上 颜面好看一点吧 下一题啊 高质量发展亮点 透赐中欧半裂 夫就一带一路 你看 他这个还在搞一带一路啊 习近平这个特点就是这样 什么事做错了 愚蠢 他要做的做到底啊 就像匈安新区一样啊 已经成烂北楼了 他反倒强制一些企业搬迁 甚至一些北京的一些小商小贩啊 也让他们到到匈安去 瞎折腾啊 同样现在一带一路也在忽悠 你看这是中国高质量发展 透赐自流 中国物办列铺就一带一路新通道 今年呢 他仍有个数字 今年第一千列 各式北京一万列 中国物办列开行 满载着110个标项出口货物 到这个 中国物办列啊 从义乌西战 一直驶向西班牙马德里 你看 一般的消息的数字真 还是假哈 说不定这也和欧乌战争有关系哈 中共国是这个暗度陈仓 是吧 搞了很多名堂了 如果真的像刚才网传讲的 欧乌战争现在结束了 终止了 是吧 那对西班来讲应该也是个打击哈 他都想在这方面发战争 国难财啊 还有后面你看 因为正在开会啊 所以南非继续保持 我国在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的 这样一个交涉地位 因为正在南非开会啊 秀这些数字表明什么的 他这个去参加的近传的会议是有必要的 是正确的 那回集这些网上的批评啊 海关总组23号发布数据显示 二年中国对南非进出口是3771.3亿 比上年增长8.6%啊 其实我观察南非参加会议这些国家 之所以越是和习近平同框 目的都是从中国拿钱 得到经济利益啊 一个是中国给他贷款 先贷 后来耍赖不还免 第二就是中国的大市场 你得承认中国的市场了得啊 都想占这个大肥肉啊 不管什么商品 你到了中共国去 政府在一起强烈推进 都都卖得好 你看现在开始制裁台湾是吧 反制 对台湾的这个农产品 却加以限制 这习近平也是窝里的我 吃尽这个真是啊 这个 胳膊手往外摆啊 你看再看下一题 二零二年国家医保基金 飞行检查正式启动 因为医保的那些钱没有多少了吧 老百姓有一些查 检查 下一题三江原国家总体规划 这都是秀大好行事 下一题非常重要 也就是中国 你看 中国的海警界编队 8月20号在我钓鱼岛领海巡航啊 这会儿像 像菲律宾低头楼啊 菲律宾生了一群 就等美国生了一群啊 他这水炮变就又变了口炮了 原因都以为他水炮变石炮 那就战争开始了 美国就这也要开战开送 他害怕呀 因为美国的核潜艇 人家在你家门口都放上去了 你不害怕了哈 和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中共我一看最后打了头了 找认输 只不过找了个理由 哎自己讲的理由挺有意思 还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出于人道考虑第一次你没拿水炮刺人家 对不对 你不斗其人就完了 是吧 可见习近平一看 就是浩大西空刚鼻子用啊 是什么穷兵数 但实际上是什么 还是色力内人 对不对 所以美国看到这一点了 哎 但是老拜登也挺行 老拜登就比川普在这一较好 这个有本事就是什么 马上我给你解除几个企业 哎给你的小灿烂 是吧 雷蒙多又来了 是吧 美国也好 现在有些政治家们也很会玩 玩国际舆论 你看下一题 叮嘱美国了 叮嘱日本了 既然美国得罪不起 咱整个美国 日本也行啊 你看 日本政府执意排污入海 买下货品 看看他人家明天就要排了 排了以后他能出什么招 这很有意思 你看 日本政府22在首相关顶 召开了围绕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 处理 战略水排放入海的问题 就举办了会议等等等等 中国对此现在也非常恼火 讲的声音很大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实行动作 你再看下一条 也是讲缅甸 缅甸 缅甸他不敢对电炸集团的头子们怎么样 不敢对缅甸政变军方怎么样 他对什么呢 对自己的国民 四名电信诈骗犯罪嫌人 23号下午 在阳光国际机场用缅甸警方移交中国警方 压解回国了 讲到这里插一句是老挝卢斯卫这事到现在还没有结论 不知道怎么样 但愿他平安 中国我手伸的很长在泰国、连甸、菲律宾 不是菲律宾 越南等等这些国家 那绝对是应该讲 市里军警特谢很多 要特别小心到那个地方去 寻求政治避难的人 那么下一题叫 畏决下一劲 施已入星球 多事自求来了 习近平遇上了大麻烦 不要因为习近平政权很稳当 说不定回国以后就垮掉了 也说不定真病倒在南非 这都很难说了 现在是没梗屁 不得一下次不梗屁 是吧 就这个身体很像搞中神志 实在是力不从心 扛麦子太累 你看拿破仑当时不讲吗 把这世界扛在街上 这活很累 你换个词 把麦子扛在街上 身体很累 何况是小矮人 对不对 极令自美 未决下一制 时已入星球 这都是意味审查 告诉习近平 多事自求来了 你看下一题是要闻聚焦 今天在国际新闻方面也有事 你看朝鲜半岛也出事 金正恩言辞抨击总理不负责任 他是把总理一有责任 独裁者都是这样 一有了事都推到下面 习近平又是推李强审 李强中间不直接反了吗 说是习近平指引的方向 是吧 这个意思和我没有关系 我挺习近平的 包括到灾区去考察 我也想去 我不敢去 去那习近平就活了 对不对 说金正恩言辞抨击总理不负责任 观察人士研判朝鲜领导 承获改组 再怎么改 他是不下台 和习近平一样 是吧 再怎么换 他就是我的总身制 他是正确的 这个报道就讲朝鲜领导人 竟然在视察西海岸 造海水淹没的农田时 斥责了总理金德逊 和其他高级官员不负责任 那几个人立刻 腿肚钻紧 点头还有 观察人士表示 金正恩对官员的猛烈抨击 可能是为了转移国家 所面临的经济困难 和粮食不稳定的责任 或者可能为高阶层 官员的改组扑平道路 你看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新闻 回到新华社 新华社药文区要得讲什么呢 讲一批税收优惠政策公布了 支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经济完蛋要崩盘 你看这经济形势 等下一场给大家介绍很多新闻 习近平也没办法了 因为经济是硬道理 再掩盖也没有用 所以说就很恐慌 你看下一题 司法部发布新修订的办理法律 援助案件程序规定 这个有些人不太懂啊 坐过牢的都知道 就说有一些民工就生活困难的人 他进了监狱以后他不找律师 他没钱找律师 你想他就为了这三千两千都可以犯罪 抢也好骗也好透也好 他能请得起律师吗 律师一请这好几千 他根本不请律师 咋的咋的 包括死刑犯有的也是 哥们反而要死了 咋的请不起律师 死就死了 死就更好 活得更艰难 是怎么办 法律援助 就是司法 司法厅 就指定的 因为司法厅 管律师 叫律师协会 其实官方管理 他就强制律师 就是你们 都要分配 给点什么公益实益 就是没有钱 免费给他别 但是有个交易 是什么 你必须按照警方的说辞去 听上讲 比如他没有罪 你不能说没有罪 你只能说认罪态度就好 怎么怎么样 这是肮脏的交易 和人这里不一样 这里公益律师 确实是他站在犯罪协人角度进行别 这是最大的实质区别 那么国家文物局进一步提升多管讲解福利工作水平 洗脑 温许历史真相 正眼说瞎话 瞎边 万里长征 万里哪是长征 那是到俄罗斯边境去拿钱去 到前苏联 那是俄罗斯前苏联去拿钱 你看看那些战争史就是的 看看台湾的历史就是的 张国焘是和毛泽东翻脸的原因是什么 张国焘是倒大烟有了钱 所以他的红四军 他的那些战士全穿的制服 百二百的 那都有钱 毛泽东的红一军 那几千人 这三十千人 各个你去看穿啥衣服 我看这照片当年穿的衣服 各一来山的 什么衣服都有 大车店的 到边捡的 墙的 多的 地主盒的 什么衣服他都穿 所以人在这个毛泽东是到了 往西北走嘛 说到边境去拿钱 给经费 活动经费 这件事就可以看出 这个都是这个历史的真实 但是共产党是骗 最大的骗是共产党 卖国贼 借日本取决 群华 颠覆了这个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是吧 这些都是旧文以后再讲 你看2023年中国亚欧 商博会 这是在新疆召开的 因为新疆折腾内斗很厉害 陈全国抓起来 会很恐怖 在那抓了很多 陈全国的嫡妻 影响了经济 少数民族违建 搞在交易银行 民运沸腾影响经济 说在那靠什么 靠会议 23号 新疆乌鲁木齐举办的商博会 讲到这个商博会 大好形式 线上4600家 线下是1300家 但愿如此 经贸签约额是 600 360 总金额 5210.37亿 你看形式也挺好 协议 毛额 不是真的 应该是资金到额 政治合同签约才算 这都是大忽悠 后一题 开始洗脑 树立一个光辉的典型 学思想 宋英烈 要打仗 要和美国对峙 树立英英典典型 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又找了个典型 这里不点开了 后边也是一样 最美医生 陈峰 在医学影像中搜索希望之光 因为现在报道医疗腐败问题太多了 影响了形象 这输得好一点了 别讲了 让人看都是不好的 是不是 你看下一题 这个就是讲到辽宁大连 发生的地震4.6级啊 但是我今天看到网传奇消息应该是5级 差不多少吧 这实际上一个重要的信号了 是吧 中国要出大事 一地震了 一般领导人就出事了 不是死了 就换人了 是吧 朝代就更迭 是吧 现在正在更迭当中 啊 中国驻美大使会见美商务部长 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啊 就中美现在就由于这个习近平在这个菲律宾的问题上磕头了 所以缓和了 第一轮缓和了 中国驻美大使会见美国商务部长了 看见没有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22号会有 谢峰这个身体又好了 前段是不讲自己生病了 突发状况了 现在好了 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呀 中美双方就 贸易关系和雷蒙多即将对中国的访问交换一切 就雷蒙多马上就好来了 你看 这中美私下是有交易的 是吧 你习近平肯定通过自己的热线嘛 你老白 我都让你一步 非得病是咱认输咱不和你打 你就来吧 来再谈一谈 好 我再去一去 你看胡春华再让他出来了 咱还要改革开放啊 咱已经不行啊 搞文化大革命套 帝王制 习近平搞宗制也不行啊 咱们研究研究 完全有这种可能啊 所以政治家们都是骗子 不能讲吧 夏威夷野火招致1100人失踪 就老拜登的败笔啊 也肯定这个事儿选不上了 我跟你讲啊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我跟你讲 治理是有问题的啊 拜登有拜登的问题 后边这些不去讲了哈 泰国也是一样 泰国这个他心一看自己的铁哥们上来了 企业家上来了 马上回来了 象征性坐在楼子收监了 收监在里面也只一扬天年 还做钻技回来 这就像重庆母企业家 我就说又回去了 是吧 象征性坐一年半 又开始搞房地产开发了 是吧 忌尺不忌打 是吧 泰国国王批着着他信 他 微信救人总理 这个就新的总理上来了哈 因为泰国大家都知道啊 泰国是有国王的 国王是象征性的哈 总理缺陷非常大 以前内斗非常激烈 军方也参与了啊 现在矛盾达成平衡 台湾夏议院议长发言人 告诉了 泰国国王啊 这个 马哈 瓦吉拉隆公 已经批准了 这个任命 赛塔 他信 他微信 为泰国的30人 总理啊 啊 讲到泰国的形势 这也非常重要 因为中国和他的关系 非常密切啊 那么今天在中纪的网站 别看胡宗华出来了 习近平也很狡猾 他是 你自己出来了 但是你的嫡系给你一网打尽啊 那么今天人民日报的这个网站上面 你看 刚才我讲了一下 没讲完就是赵乐际会见匈牙利国会常务副主席 你看 赵乐际和王沪宁在西平离开之后空前活跃 似乎给我感觉 他们两人在主持国内的工作啊 李鸿忠同匈牙利国会常务副主席军会的 李鸿忠是个马提音也很活跃啊 何立峰会见塔吉克斯坦 上约议长鲁斯塔姆埃莫马利 你看这也是重要一条新闻啊 难怪何立峰不出现 你看何立峰在解决什么和和前年前俄罗斯这些流行的这个斯坦国的经济工队啊 在负责这个事儿 那么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是中纪委的网站啊 胡顺华的事儿已经讲完了 中纪委的网站今天是点开看看 又抓了一大批这个李克强的底细 胡顺华的底细啊 甚至这个令吉华的底细 你看这个是广东第二巡视组组长舒全贵主动投案了 那肯定知道消息这个要整合从啊这些人嘛 马上预期被抓了 不如这个赶快偷啊 山西省纪委监察委 驻省明政厅记载组长一抓了 这都零计划留下来的啊 还有将江苏省长州市委常委 此纪委书记省兵接吊打扎江苏啊 这说不定是联朝的地细 还有河北啊 你看地矿 开发员一起巡视员 这个是叫贺喜进入调查 河北很地质矿产的啊 这都胡顺华底细 因为胡顺华在当年也干了 2020年退休啊 为什么抓这个领域 大家都知道 胡温都是搞这个矿业的 是吧 温家宝都是说不定是温家宝 向胡顺华推荐的人呢 现在又抓了是吧 内蒙古看见没有抓胡顺华底细 还抓啊 这个是这个梁景坤接受调查啊 叫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一般这样的级别领导干部都是国企大老板 都和省委书记有互对啊 参加党代会什么都在一起啊 等等等等 辽宁更多啊 辽宁我昨天已经给大家讲到了啊 辽宁耍子最多的 都是李克强的嫡系 那今天又一提 贵州省的人大常会原副主任朱立霞去入调查 或许这是陈铭尔的地系 很难讲了啊 等到下一场再和大家介绍更多的国际新闻 好 谢谢再见